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啊 赶紧收拾一下这些小麦感和女王 一共买了七十多颗 花了一百一 现在的价格都很便宜了 很轻松就能拥有了 从前这些小宅蛋 一颗都是几十上百的 现在基本上就是很轻松 就能实现麦感和女王的自由了吧 而且现在稍微大一些的 一颗十几二十几三十几 也是都可以买到的 虽然不是亲民价 反正现在它们的价格是一落千丈了 养得起的人越来越多了 哇 看这个 好小啊这一颗 不过它这么小就这么能生 大概数了一下有八个头 这个算是母猪体了吧 太能生了 这颗也好漂亮 腊质感超强 油油亮亮的 是这种冰冰透透黄底的麦感 还有这种边线的女王啊 看到了就觉得像爱情一样 我是很喜欢这种的 别看这些小小的 现在刚好到了生长季节了 很快就会长大的 小苗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压力的 我还是很有这个自信的 过不了多久吧 我就能拥有一片麦感了 等着瞧吧 我现在把这些土啊刷掉以后 它们就变身了 眉毛再也遮盖不住了 不然就显着灰头土脸的 看我刷过的 一对比 麦感和女王就很明显了 麦感是偏东云系的 它的那个腊质感很强 油油亮亮的 女王就是带着月影的属性 上面是带着薄粉 有一种磨砂的质感 我现在刷右边去看 换一个位置 免得这个土呢掉在上面 阳台上那些鲜艳的肉肉看久了 看这些素色的肉肉 感觉格外的清新舒适 虽然都是啊很小 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个体 我还都是挺满意的 如果说这些个体养大以后呢 在商家手里啊 一颗基本上十块钱 肯定是最低的了 再贵一点 十几二十几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刷的实在是太慢了 这样对着镜头呢 我的脖子都有点疼了 还剩着最后一盘啊 不能露了 边刷边露实在是太麻烦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赶快给它们 刷干净小脸蛋 然后就准备睡觉了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